诶 你好了吗 车要到了 车要到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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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麻烦了这个 不是太麻烦了 就是 你看 你看我们的电脑下 你看这个screen 哈 你看这个 所以我要按这边的时候 哇 好难按诶 哎呀 算了啦 我们 现在要出去嘛 就顺便去买Mable Air吧 好 说实在话 我不懂为什么这个Uncle驾车 要驾到一直在踩BRACK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 我们坐这辆车 很暈 很暈很暈 我们是骑马过来的 我们不是坐车过来的 好 来 是不是第一次开这个 好重 Mable Air 很重咩 重 你看 看那个盒子 整个都可以 它应该很方便 有一个地方可以开的 有吗 你找我先看看 啊 这边 这里 它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你知道我拉的吗 是拉哪里 哦 拉那边 这边 OK 我们之前两家面部 都是二手的吗 可以啦 OK 开啦 耶 开吧 耶 这是你最深的礼物 开心吗 开心 可以开吗 开啊 你要开就开啊 听说很香 有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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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臭哦 哈哈哈 OK 然后听说巴那个很疗愈 哇 疗愈吗 疗愈 疗愈哦 疗愈 等一下 哦 宝布格好没有到 是吧 等一下 可是花掉 没有 好 不会啦 不会吧 这是肮脏 这个肮脏 这个呢 说明鼠标 诶 诶 诶 它没有插头吗 诶 没有插头 这是 cable 有插头吧 这个里面有插头吗 没呀 都是 诶 有 哦 再留下 诶 怎么跟我们上网看那些 哦 可能国家不同吧 这个有写多少网 来看看 不会看 呃 它好像 哦 30瓦 它有写一个30瓦 这个不是插这个的 这个是钻这个的 哦 这个的 对 不是那样子钻 不是那样子钻 哈哈哈 也不对啊 怎么会不对的 你这个要拆掉啊 哦哦哦 哦哦 倒转转 倒转转 哦哦 黑层纸要拆掉了 哦 惨 啊 不用紧了 放回去咯 放回去里面就好了 小事情 然后之后你就 这边 对啦 哦 啊 这边也在力插头 能吗 这下 啊 可以了 紧了 紧了 ok 现在是用这种纸啦 嗯 环保的 哦 环保的啦 是吗 很像环保的那种 哦 ok 以前那是塑料的嘛 这个是纸来的 诶 哇 这边拍摄的好美哦 颜色 开啦 开啦 哦 你以为它会开机 它会开机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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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大的差别 差很远诶 对 整个感觉跟之前不一样 然后它这一次的键盘 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东西 但是我知道很漂亮 嗯 诶 诶 诶 你要开设置是什么 这个 啊哈 哦 就是那些设置的过程啊 对啊 箭头大小 箭头 ok 哦 一样诶 哦 一样大诶 每一个都是一样大诶 哦 ok 哦,ok,一样一样 一样啊? 哦,ok 好,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桌上呢,就是有两台电脑嘛 那么这一台呢,是我旧的电脑 那么这一台呢,是那天呢,我们刚刚买回来的这个MacBook 2 其实它非常的轻 那你看这两架,也知道它的分别了 一台有多厚,一台有多薄 哇,好重,这台真的非常的重 好,那么其实呢,在这一个两台里面呢 我们就稍微来做一下对比啦 当然,你不要去说,它已经很久的这个电脑了 你不应该拿来跟这个MacBook Air去做对比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我们今天,我们买这些工具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生产力嘛,对不对 那么,最主要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说你已经有一台很旧电脑你在用这 那么,你想要去换这个MacBook Air 到底值不值得,应不应该去换 那么我们从这边呢,就去跟大家做一个对比 然后我这台电脑其实也是有相当久的了 那么,就是因为用它来做工 但是最近比较少 因为我们都是用这个iPad去做这个剪辑影片啊 上字幕啊,这些 很多东西都是在iPad那边处理 所以它就比较少去做这个生产力 最近有一些在用这 然后发现到它确实是有一点 比较难的,就是游戏无力的拉它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台呢,我就先开着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很简单 它开机,那么开机了之后 到底多快可以让你开始做工呢? 我们从这里呢,就首先第一步要看的就是开机的速度吧,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对比一下 那么我本身呢,就已经是把电脑先开了 现在要输入密码了 那么这两台呢,我都已经打好密码了 我就先按这个先 好,再按这个 来,大家可以看看 那么这一台呢,它这些进到来的时候呢 其实呢,你别看它这样子 它还是不能够用的 为什么? 就好像比如我现在我要开一个 这个,你看它,还在转嘛,对不对? 可以看到吧? 它其实还在转的 这边,这里东西,它还在转的 它其实是比较慢进去的 然后这一边呢,已经是loading好的了 loading好的了 只是说,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做测试一下 那么在这种电脑来讲的话呢 你肯定用Safari是不能的吧,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 等一下呢,我也用Google Chrome来做测试给大家看 好了吧 通常这一台电脑,我一进来的时候呢 我会先要按一下refresh 让它就是,看它到底跑顺了没有 好,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呢 就是已经是,卡了 它卡了 好,顺了 顺了 OK,好,顺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开这个Google Chrome 看一下到底哪一个快进 好,看到吗 这里呢,是已经出来了 可是这里呢,它还没出来 啊,它刚刚出来 你有看到吗? 我的萤幕是坏了 那么这个萤幕坏掉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让我们想要去换这个电脑的 那么从这里来讲的话呢 相信大家都应该会看到它的色泽的分别了嘛 对不对 这个色泽是很漂亮的 那这里才刚刚好而已 才刚刚好而已 哎,我们把很多的都把它给关掉它 好 好 那么在同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去开Facebook 因为我这里也很常需要用到Facebook 好,我先打好地址 那么这里也是同样的 OK 好,那么这里就先按Enter 然后这里再按 那个比较慢了一点 比较慢按了一点 那看到吗? 它就已经是出来了 可是那一个呢 比它早按 但是它却很慢 对不对 大家看到吗? 那么如果说我用Safari来讲的话呢 就会更加更加的快 更加更加的快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换一下 我们多开一个东西 那么这一个呢 也是我非常常用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我们做这个YouTube 肯定是很常要去YouTube这些地方 我换一换英文先 只是说呢 你们在用这个的时候呢 自然你会发现到 很多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呢 你们可能就要去习惯一下Enter了 好,你看这个非常早的Enter 但是它到现在还进去 这个呢 就已经进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下测试 到底哪一个的荧幕的颜色 还有这个声音呢 是比较好的 好不好 好,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啊,我就是有这两台的这个电脑嘛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找一下 一些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底是要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先来拿这个Dobli Dobli呢 我们来试试看 好 Dobli Enbox 好,我们点击 诶,这个好久 哦 我的按钮好像也是有点问题的 好,Dobli Enbox 好,我们点击它 看到吗 两个呢 这分别呢 是非常的大的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下 这个 呃,不如我们 我们找这个 不是 这太快了 太敏感了 好,我们现在呢 就找一下这个 Transformer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一边了吧 两个一起同时点吧 看谁快进 看到吗 这里呢 是已经进了 看到吗 这里已经进了 然后这里呢 比较慢一些些 好不好 我们按赞停先 停不了啊 这边 这里停不了啊 你看这个一点它就停了 好,我们开着 我们就放这个 两秒的地方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设者对比 卡了 两秒的地方 好 那么呢 这是在两秒的地方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相信呢 可以看到 这两台电脑哦 它的颜色的对比 是不是非常的大 那么可能这个反观的时候呢 很长的我就是要这样子去调一下的 好不好 那这样调一下 哎,会比较好吗 嗯 稍微有好一些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吗 它的色泽 饱和度 清晰度 非常非常大的分别 那么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个 Mabu这里的声音 好不好 我们听听看 哎,我把它关了 开一下 好,不要放太长 因为不然的话 等一下可能就是会中这个版权 这里呢 我要开一下声音先 其实我已经把它开到最大声了之前 好 我开最大声 来 我们来试试看 很卡 真的非常的卡 如果你们真的是要来做 呃,这个生产力的话呢 这是非常的不适合 这里我们看它是到多少 这里开了多少 哦 这里开满了 好,我这里还开满它 不行 会很大声 我们试试看一下 好 好 大家会听到分别吗 好 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除了荧幕之外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Mabu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 好听的 饱满的 非常非常的好听的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吗 哦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呢 这个是4GangHDR的影片来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同样的 我同时看 大家看到两个的色者 真的是差太远了 那么你们在看戏上面 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分别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哦 它的键盘呢 点击的这个方面呢 还有这个 呃,鼠标哦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你们是干用Mabu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它其实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手势 非常非常多的手势 那么Mabu Air 呃,M1这个晶片呢 我是有听说是可以就是 呃,把呃,我们的这个 电话上面的APP呢 都可以运用在这边上面 但是我们,呃,还没有去用 那么再加上呢 因为我们都是用这个 iPhone啊,iPad啊 所以说是非常方便的 就比如说我点这个File的时候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楼上哦 它是有一个,呃,AirDrop的 就是我们可以用AirDrop 要传这些影片啊 所有东西都可以直接传过来 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啦 好不好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呢 关于说,呃,这个两台电脑 为什么我们要去选择换这个Mabu 因为第一呢,就是说 呃,好像我前面有讲到 就是我用到了很多的这些 都是Apple的产品嘛 他们是一个生态系统 那么今天呢,如果说 呃,我们再用回 同样是这个Mabu的生态系统 那么自然呢 呃,一切做东西呢 就会更加更加的方便 只是说,你说Mabu Air 它有没有缺点? 有,为什么? 第一,它没有风扇 好不好? 所以说,它要尽量 就是说你长期工作的话呢 你就要去,呃,想清楚一下 就是说,你去的环境会不会很热 还有就是讲说呢,呃,你如果真的是要非常长的时间去工作的话 那么你需要带一个,呃,可能风扇 哦,就是它在底下 就尽量让它就是,呃,保持冷却 当然它M1它的处理器是非常非常的快 呃,这台我先把它slip了 但是这台呢,还没有好 哦,不要管它先 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呢 就是,它整台的这个Mabu Air 它里面呢,是只有两个的这个USB-C的口 也就是讲说呢 如果说你想要接更多的 比如这个,呃,平常的我们用的这个Pen Drive 啊,或者是Hardis啊 因为我还没有换Type-C头的这个 呃,Hardis 所以说呢,就变成说 哎,它才是一个Type-A吧 那个应该是叫Type-A 所以就变成说 你可能要找很多的接头啊,去用这样子 当然它现在也有卖就是说 你参去了之后呢,它是整个平的 它可以用很多很多很多的 这个接头都可以去用 哦,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呢 会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弱点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你要很小心哦 因为你怕它会滑掉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的这些保护壳啊 萤幕保护贴啊 还有这个键盘膜啊 其实都在海上现在 好,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我们买了什么样的保护膜啊 什么样的保护壳啊 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么我们就会再拍一起这个 开始影片跟大家分享啦 好不好 好,那么这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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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